禮拜六有開的郵局 未來計劃要改成全天一夜 但因為是排班制 員工可能會拿不到休息日的加班費 沒有連休二日 就對員工來說 根本就沒有週休二日的意義 請到14號櫃台 因應一例移求上路 中華郵政決定要讓大約143間郵局 從營業半天延長到下午4點 未來週六可能要上全天班 卻拿不到加班費 我們現在就要求 你公司不能強迫說 你禮拜一到禮拜五 一定要有一天休 不能強迫這樣 那如果真的是排不出來 那就是給人家加班 上班可以 但正義就在公司以排班為由 把週六定為工作日 等於拿不到原本 週六休息日的加班費 現在大家小孩都生得少 那希望小孩子 都是休在禮拜六 禮拜天 那真正家庭的生活 大概都是在星期六 星期日 我就是覺得權益受損了 中華郵政則回應 哪些郵局要全日營業還在規劃 但要改變以往六日休的慣性想法 勞團呼籲勞動條件有變更 雇主就應該和購回協商 禮拜禮拜嘛 然後禮拜六的話 往往都休息日 我相信至少70%的勞工 應該都是這樣子 現在變成說你要去明顯標示 哪一天是立假 哪一天是休息日 打破或去變更這樣的規定 都應該要來協商 新法上路不僅讓勞工休假補薩薩 企業成本增加 明年看電影也會變貴 新橋和美麗華影城 明年初開始將漲價10塊錢以上 秀台漲幅估計也會有5% 而威秀和國賓則是先進入觀察期 一粒秀上路問題一一浮現 不僅民眾消費變貴 更考驗各企業的協商能力 東森財經新聞 邀請問聯台北長報導 581 是嗎 581 對 是